最近在抖音、TikTok等平台上 有一支中国短影片引发很多人的热议 影片中一个中国创作者在国外遭遇到了抢劫 当他亮出中国护照的那一刹那 再长的劫匪都被他手中的中国护照所吓跑了 我原本以为这一支影片是一个恶搞 我相信中国人看了也会觉得有点夸大了中国护照的能力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出过股 他真的以为中国护照有如此大的魔力 但是透过网友的留言 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内外却有的截然不同的反应 有中国网友留言道 看了一段老外被中国护照吓跑的搞笑视频 虽然小概率或许是假的 但真实的反映出中国护照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国外遇到危险时 只要亮出中国护照 很大概率上就能保证你的安全 因为外国人都知道中国强大了 我已经笑不出来了 因为过去笑的太多了 透过这样的留言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 这位网友其实他自己知道 中国的护照不能免签很多国家 你不能去很多国家 所以他才在这里拐弯抹角地说 中国护照的真正价值所在 是当你在全世界遇到困难时 中国的护照就牛逼了 中国护照就发挥了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你知道中国护照多值钱吗 它甚至是无价的 很多外国人想要花钱取得中国护照 但是结果很显然 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 因为中国不接受投资移民 所以它是无价的 然而我们作为中国人 几乎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办理中国护照 因为几乎是免费 所以这一点来说 它也算是无价的 中国护照虽然不能把你送去很多地方 但是它却能把你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带回来 因为中国强大了 从中国撤销的态度上 就能看出中国政府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在海外任何角落遇到困难 别人都不会帮到你 但只要你拿出中国护照 中国大使馆就会第一时间帮助你 这是其他国家办不到的 韩国人对此也表示羡慕 同样是红色护照的日本 也表示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 我们的台湾同胞也表示羡慕 因为某些政治问题 台湾同胞现在还没有办法取得中国护照 相信未来祖国会解决这个问题 让两岸人民都能取得中国护照 有些人会说台湾人现在自己制作的 所谓的台湾护照很好用 含金量高 但是试想想 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中国免签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 而且台湾的免签国大多是盟友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是因为利益走在一起 但古话说得好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总有一天利益会出现变化 那时候台湾人也会明白真相的 另外 因为我国很多人都没有护照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中国护照现在也能去很多地方了 只不过大多数是偏向于自然风光的国家 甚至是整个非洲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护照免签了 相信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 中国护照还能去更远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等中国崛起了 更多的国家都会想要来中国 甚至是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护照 那时候来中国会越来越困难 就像疫情期间只有中国护照 才能入境中国 那还有网友表示 中国护照越来越厉害 到时候台湾人想要 估计都轮不上 这时候搞台独 是为了以后更响亮的打脸 万万趁早回家 前后说话有点矛盾 你既然觉得台湾人现在搞台独 是为了以后更响亮的打脸 那你何不让他们继续去打脸自己 让台湾人打脸自己不是很好吗 你不是想要看到吗 但是你为什么这时候 比如说万万快点回家吧 所以你内心里面就知道 最终打脸的是你们自己 你们真正的意图就是 想要台湾回来 回到中国的怀抱里 难道不是吗 中国护照越来越厉害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到底还等到什么时候 越来越厉害 你这里说到时候 台湾人想要国籍都轮不上了 你们这个到时候 到底是什么时候 是到时候 还有网友表示 外国人被中国护照吓跑 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的强大 正如经常说的 无论在世界任何角落 你都要相信你身后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句话我真的听得耳朵都腻了 经常听到说 无论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你都相信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中国的护照虽然不能把你送到 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但是它能把你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带回来 但老师其实想一想 其实也没错 实际上真正的带回来 其实是逮捕的逮 把你从任何角落都逮回来 过去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案例 最近我们也看到国外 很多国家的媒体都有报道 中国在国外 很多国家都设有秘密的警察局 来进行拘捕所谓的异议人士 所以强大的祖国 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反对它 你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他们都有的是办法去监视你 去把你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带回来 那其实可以理解的是 中国的内政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中国的疫情迟迟到现在也没有缓解 透过这样的一些爱国教育的影片 其实可以某种程度上去降低民众 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 改善政府的形象 基于民族情感将这些不满 转化为爱国的力量 也就是中国常常听到的正能量 那除了这样的影片之外 其实还有更有效的办法 就是通过制造外部摩擦 增加外部压力来转移国内压力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最近的跟日韩 等等周边国家跟台湾的关系都越来越差 其实这就是一种舆论的引导 那相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小粉红 中国网友 你们还会看到更多像是这种类似的影片 像是我滑了一下抖音 不隔几分钟就会看到一些爱国影片 很多影片呢 它其实都有带有意识形态的 可能很多中国网友 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感受不出来 因为意识形态它是无形的 它是潜移默化的 就像接下来的影片一样 你会看起来很正常 一张中国脸 一本中国护照就是通往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 他说现在最值钱的就是中国护照 中国护照到底要多强啊 不怕人民共和国公民 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 不要放弃 请记住 在你身后 隆一乐 强大能处 也许中国的护照 不能让你去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 中国的护照可以把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带回来 他找同伴来了 你们一定要跟我们算账吗 怎么说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敢斗我一摘寒毛 我让你们吃不了斗着走 别以为中国也好欺负 一本护照含金量高不高 不是他能免签多少国 你一本护照就是中国护照 你中国护照掉了对吧 你唱国歌 注意看 也许中国的护照 不能让你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 或许能保你一命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能像中国一样做到那么大度的事情 这难道还难以证明 中国在外国人心中的枝强大吗 中国护照到底有多强大 可能你还不知道 拥有一本 中国护照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中国护照上有这么一句话 虽不能让你去所有的国家 但是一定能把你从任何国家接回来 有没有觉得我应该要去剪头发的 感觉太长了又太厚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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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